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呢我们大概呢就先把我们这两年 透过就是这个辅导的专案 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呢 40年的一个品牌做一个改造的一个过程 首先什么是品牌 或者是我们进一步来说什么是一个清晰的品牌 拿Apple来做一个例子 当我们想到Apple 或是我们就是看到Apple的这个logo 大家呢可以联想的就是Apple的电脑 Apple那个非常简洁的watch 或者是我们现在每天拿的Apple的手机 你对于Apple这个公司所产生 或者是Apple这个品牌所产生的一个产品 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印象 那这个印象呢就产生了品牌跟产品之间的一个关系 品牌呢它是一个不断不断的在改变 在进化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 会跟随品牌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互动 那也就是说呢 品牌它不是永远都是呈现一个样貌 产品呢它也必须跟着这样子的变化呢 与时俱进 好那来说说呢大汗酵素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当年两年前呢 我们需要大张旗鼓的呢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重塑的计划 那我们面临的问题呢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乐知也说明了 我们当然会面临品牌老化的问题 我们会有产品呢超重的问题 因为经营了40年在台湾呢 我们几乎所有的通路都已经做过了 从就是一般的百货公司 药局药庄店 就是电视购物 电商 甚至于海外 我们其实都有经营的据点 但是呢由于这么多的产品 经过这么多长的 这么长的时间 没有经过一些调整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发现我们也 也面临了刚才顺天堂 庄总经理说的一个 品牌非常模糊的问题 那在我们公司里面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 大汗酵素这个酵素呢 理所当然的 它应该就是一个 所谓就是发酵液的一个代表 好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是从工厂起家的 我们呢把蔬菜水果 经过一些复杂的发酵程序 做出来的酵素液 这个发酵的酵素液呢 它是我们整个产品的核心主轴 我们40年来只做这件事 我们很专注 也很骄傲地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当我们去问身边的朋友 你有沒有听过大汗酵素 很多人说有有有有听过 好像蛮有名的 但是你再去问他 那大汗酵素卖什么的 他会跟你说 诶不太清楚诶 他是不是卖排便产品呢 好那这一件事情呢 其实造成了我们很大的困扰 为什么消费者会把酵素 跟大汗酵素排便 把它挂在一起 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 很多的排便产品 他们用的酵素这样的一个名称 来做一个行销的诉求 因此呢我们的产品也自然而然的 会让消费者误以为它是排便的产品 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发现呢我们需要来做一些重新的定位 我们需要让消费者知道什么是大汗酵素 大汗酵素是到底是在卖什么的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 它拥有什么样子的产品 然后能够就是提供给消费者 好那我们呢在就是两年前呢 也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参加了这样子的会议 听了在做非常多的企业的分享之后呢 那我们也申请了这个专案 那很幸运的就是我们的申请被接受了 连着两年呢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品牌 也就是还有我们的产品做一个梳理 所以在108年度第一年的时候呢 在第一年呢我们主要的一个重点是放在 怎么样的去厘清这个40年的品牌 应该要去呈现怎么样的一个样貌 到了第二年呢我们希望呢 把我们第一年理出来的逻辑 能够再去回扣到我们的产品上面 也就是说他们这两者一个品牌跟产品这两者 它必须要有非常深而且非常清晰的连接 好那也就这样子呢我们展开了为期两年 然后我们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坊 我们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消费者的访谈 那在这边呢我也顺便跟大家分析一个 就是一个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说呢其实呢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 尤其是一些本土的 然后做了很久的 那也一直很坚持的中小企业呢 我们其实呢很愿意花一些经费在做行销 在做广告上面 但是很奇怪的 我们的老板不太希望花钱在调查上面 那这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次呢我们的品牌公司 法博斯呢他的一个协助之下呢在这一件上呢我觉得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因为很多东西呢其实不是自己可以理得清楚的 你必须要经过科学化系统化的一些调查 一些数字 你才能够看到问题的真正的点在哪里 那这样子的一个座谈会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呢在我们公司里头呢其实不同的部门主管 不同的人对于品牌的定义你会很压抑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由于呢我们有一个外部的顾问公司 来到公司带领全部的人 以一个客观的角度协助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厘清 我们公司应该要呈现出来的价值 或者是我们价值是什么的时候 大家的意见就会一致了 我们慢慢的就找到共识了 从这些不晓得已经开过多少次的座谈会里头 我们甚至于请公司的老板 请我们所有的高阶主管 还有我们柜位百货公司柜位的人员一起参与 那我们就好好的坐下来 很仔细的用心的把所有的我们想知道的答案 透过这些座谈会 这些反谈 这些调查 然后这些所有的一些资料的一个收集呢 得到更进一步的厘清 那我们呢主要呢要处理的 这两年主要要处理的问题呢 主要的 第一个我们想要知道 到底我们的消费者是谁 是谁在买大汗销素的产品 然后我们产品的价值主张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一个产品能够在 就是台湾40年 它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个优势 或者是存在的价值 最后呢当然是我们产品到底能够带来给消费者什么样的好处 那为了要做这些的一个厘清呢 我们当然后续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讨论 然后做了很多的调整 好 那第一个呢 透过我们的针对消费者的一个调查 那这个的做法是我们大概有了四场的一个座谈会 我们请了我们百货公司 和我们产品大概五年以上的忠实的消费者 去做了一场深度的一个座谈会 我们大概请了总共三十几位的消费者进来 那我们逐一的去厘清这一些消费者的一个特质 最后我们归纳出来呢 大汗销素的一个消费者 他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样貌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消费者的样貌呢 因为唯有你知道你的消费者是谁 你才可以替他们量身定做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好 再来呢 就是呢 我们必须要去把整个品牌的一个核心识别给定义出来 我们定义出来的有五项的核心识别 第一个 因为我们的产品呢 是从台湾的就是蔬菜 在地的蔬菜 新鲜的蔬菜水果呢 就是收集过来然后做发酵的 那我们发酵完之后的产就是这些蔬果渣呢 它是可以回归到土地的 因此在我们公司里头我们做了非常重视绿循环的这个概念 但是它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就是宣传过 所以这一个呢是我们定义出来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一个提供希望的一个价值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促进健康的价值 因为我们是生产保健产品 所以那在整个产品的发酵 长达一年半的过程中间 它需要非常多非常多品研的人员呢 进行非常仔细的一个监控 那这些都是在在地需要我们非常多很严谨的一个科学的一些验证 那当然我们也同时做了非常多的专利的申请 做了非常多的paper 去让我们的产品的功效性呢 做一个实证 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二个识别出来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核心识别 那第三个呢 由于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来自植物的能量 因此植物的能量呢 它带来了一个疗愈的价值 第四个呢是产品 以及功能的多样性的部分 最后一个呢 当然就是我们认为是基本的 就是我们品质的一个价值 在所有的蔬果采买 从第一关蔬果采买 到最后产品生产 然后到消费者手中 这整条线我们是怎么样呢 做到非常的一个严谨的一个把关 让消费者呢拿到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呢 他是非常安心的 好有了这五个呢 产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厘清之后呢 虽然他听起来的确是汇总了我们全公司产品的一个核心 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他很抽象 他不是很容易被理解 也就是说他一旦不容易被理解 我们在内部传达或是外部传达上面呢 他会产生困扰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想象 如果呢他是一个人 品牌是一个人的话 那我们这个品牌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好那最后呢我们呢把他归纳出来呢 我们呢这个品牌呢应该形塑出来的一个样貌呢 我们去把他想象成一个心理资商师 好就是像许浩宜这样子一个心理资商师 他拥有非常专业的背景 但是他散发出来的是一个稳定的 非常诚恳的 非常乐于照顾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呢定义出来的品牌 应该要有的样貌 好接下来呢 我们怎么样用一句话来归纳我们的品牌 最后这一句话呢 就是拥抱希望始于植物精华 那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得到呢 现在植物精华的这四个字呢 他就脱离了刚才容易让消费者混淆的酵素那两个字 好那也就是呢 透过就是法博斯这样的协助呢 让我们跳脱了原本酵素这个名词的框架 有了品牌之后呢 的定义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要来梳理我们的产品线了 刚才乐枝呢在先前的报告也说明了 很多公司呢因为很久了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包山包海什么都有 那我们当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产品线的梳理 它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不然我们所有的产品 从高价的一万块的产品 到便宜的几百块的产品都有 的确消费者他很难很清晰的了解 我们的产品到底在卖什么 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先对消费者做了一些调查 希望消费者呢用消费的角度 来告诉我们说呢 像这样的破效益 这样的产品呢 它大概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是比较倾向怎么样的一个意义 好那我们曾经呢就丢了两个议题 一个精华液的概念跟维他命的概念 去做了消费者的一个就是访谈 那最后定出来的是呢 我们希望呢走的是一个 所谓的养生精华的概念 也就是呢我们希望把酵素这样的两个字 整个抽离掉 让消费者呢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的之后 的时候呢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这一些褐色的原意呢 它其实是一个很精华的蔬菜水果的 一个浓缩液的概念 那再来呢当然就是说 我们针对于我们自己的拳头商品 我们自己的重要的产品 会回归到我们刚才所您 就是所汇整出来的我们消费者呢 其实多半是属于40岁以上的妈妈的 这样的一个族群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后来的第二年呢 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有不同的几个面向 第一个在视觉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左边这个大汉酵素的这个logo 是我们早期的logo 由于大汉酵素公司跟大汉酵素品牌 是同一个logo 是一样的名称 所以它其实是整个混在一起的 那在这个第二 就是在去年的一个讨论 跟厘清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最后决定呢 把公司跟品牌整个切开来 那公司呢你可以看得到呢 它还是有原本大汉酵素的logo的影子在 因为这是一个算是对消费者 对于我们的老客人来说 一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logo的印象 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改变 但是在品牌的部分呢 我们就重新的命名了 这个品牌的名称 它就是Essenture 所以Essenture呢 就是我们定义出来的新的品牌的名称 那也就是有了这样的定义之后 我们所有的产品线 所有的新商标 它都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去做发展 这是我们透过就是设计师 定义出来的新的视觉 就是我们的色彩计划 再来呢 就是刚才说的产品的梳理的部分 上面呢 这一个呢 人就是大汉酵素生技公司 但是它底下的产品 它就不再是叫大汉酵素了 那Essenture呢 它就是我们定义出来的老品 目前呢 我们还是会呢 把大汉酵素放上去 但是慢慢的大汉酵素 它会在Essenture成熟之后 我们会把这四个字给脱离掉 那另外一个品牌呢 就是OriLite 它是属于女性的一个产品线 另外一个是Essent Hope 它是属于给年轻人的 比较便宜的 比较好喝的 味道比较清新的产品线 最后一个是Authentic 它是属于我们快销品的系列 那它很可能呢 就是比较快速的去转化 那可能一年两年 我们就会出一个新的产品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公司呢 200种的产品 全部归纳成四个产品线 让消费者呢 逐渐的能够在 他选择产品的时候呢 有更清晰 那也更明确的一个选择的方向 那当然我们会有 通路上的一个不同 有一些产品它其实只放在某一些通路 那这样子呢 利用通路的一个区别 产品的区别 让不同的消费者 在选择产品上面呢 他更能够愿意 使用我们的产品 也更容易做选择 再来就是网站的部分 因为网站呢 其实也是一个对外沟通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所以呢 网站的部分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 新的调整 那我们旧的网站呢 一样的就是因为资料非常多 所以它很难呢 在一个网站上呈现 那透过我们的设计公司 透过法博斯的协助呢 我们今年呢 花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呢 想要把我们新的网站呢 把它架构起来 那各位现在在找到的 这个大汉销售的官网 可能还是旧的网站 我们新的官网呢 应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会上去 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给我们一些指甲 好 最后呢 就讲到呢 我们有一些 面对消费者的一些 销售人员的这个部分 由于我们自己呢 也有品牌的 就是白货公司的专柜 那我们这些 柜位的人员 它其实就是大汉销售 这个品牌 最具体的代表 所以在今年呢 我们整个把产品 把品牌的一个核心价值 做了一个梳理之后呢 我们定义出来呢 大汉销售应该是有一个 温暖的特质在 所以呢 在今年我们就针对 我们自己的柜位人员呢 重新把我们 就是在销售上的SOP 整个做了一个 重新的汇整 好 那我们让我们的产品的 一个说法 或者是柜位人员 在面对消费者 在做售后服务的 这一些细节上面的 都能够做到位 那我们希望消费者呢 到了柜位上 他可以感受到的呢 是一个 好像真的被关心 而不是说我们的柜姐 只是强行的 要推销客人产品 那我们的消费者呢 买了东西回去 那我们会跟 我们的柜姐要求 他可能在几天之内呢 你要打电话回去 给消费者 关心一下 他的使用状况 然后聊聊天 然后看看消费者 有什么需要 我们可以再给 消费者一些回复 所以在在的细节呢 都是希望呢 这个品牌的 这个重塑的 这样子的一个样貌呢 可以呢 真实的 也具体的呢 跟我们消费者 让我们消费者 能够体会到 那我想这个才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 品牌的一个 重塑的 从内而外的一个 必须要做到的 那就是在 专柜人员的训练上面呢 以前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专柜人员 可能从南到北 从不同的柜位人员 他会有自己的销售风格 那他们呢 有时候呢 在讲述产品的时候 虽然他们都是 产品的爱用者 那他们虽然对产品 都非常了解 对公司非常了解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呢 在面对消费者的时候 讲出来的话术 都不一样 那以前我们也不是 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规范它 可是透过了这一次的 品牌重塑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呢 就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一个概念 也比较清晰的一个指导方针 要求柜位的人员呢 他们可能就是 全部都要回到公司 那我们呢 不断地让他们知道 他们应该要赋予 就是给到消费者 什么样的印象 那希望呢 他们能够作为一个 品牌的大使 在非常多的小细节上面呢 都能够如实地呈现 公司想要呈现出 出来的一个品牌的价值 跟品牌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 大概就是到这里 那也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 就是聆听 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指教的话呢 也请大家不令呢 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非常谢谢大家 品牌台湾 绽放全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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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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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